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三个 整个鸡嘴是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肩脾后仗或者素仗 第六个 双目即时必见 第七个 舌头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做一个披露启发 然后心完全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露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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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中就是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视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就是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三次气 左手就是做金刚拳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可以说压住右臂 从左臂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视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的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就是拍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拳压在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从无视以来 以赤性为主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往外排出 这样就是拍三次气 开始念的修命法 还有延祈祖 以诸佛菩萨的三经长的这种语言 融入你的心 或者贪心在拉过的这种降者 我没有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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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遇从影运来死人 感觉也变动 视频转变痛自己 帮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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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 然后呢就是为了就是你天边无际的一切生生 让他们获得圆满震灾剧的果位 让真正的菩提心发起来 让真正的菩提心发起来 在自己的这个前面的这个上面虚空当中啊 就是大概一次高的地方呢 应该这个前半这个莲花上面啊 就是这个四字包座上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 就是观想 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 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 就心里面像就是啊 就释放诸佛菩萨的智慧重体啊 根本上师如意宝 您一定要垂念我 加持我 让我的这个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 就是圆满成果 所有的迷乱分辨性呢 就是全部迁索 获得这个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呢 像上师命一样 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相续当中呢 让这个生起来 然后呢 无比的恭敬心一直这样祈祷 要求念上师的祈祷文啊 一般来讲 念二十亿遍 你非常强烈的信息来合掌 前面观想上师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尔接连命恩 都可以确实做出的 尔接我再教会 信息来你的 尔接人 都可以讲 尔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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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说 我在里面生根子 家伙对击成了一来 今美本作像老鼠然得 供解多半破许训诺 我们先说 我在里面生根子 家伙对击成了一来 今美本作像老鼠然得 供解多半破许训诺 免完那一佛的话 上师融入了光 融入了自己的身体 然后上师的这种智慧和自己的心变成无二无别 然后在这样的境界当中按住 不跟随以前的分别念 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心事 也不引起未来的各种分别的事情 什么都不执着 这样的境界当中按住 今天这个颂词当中 主要说明 应该很是要精进 修安忍 因此下面的颂词当中 让我们一定要看看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当中有无数的人 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奔波 忙碌 但是他们所得的利益 并不是很重大 没有多大的意义 可是我们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 利益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 让他们获得无上圆满的佛果 为什么不需要境界 一定要境界 一定要认了 下面主要讲这个问题 颂词当中这样说的 他这里从字面上讲 世间上的预父 土父 农民等等 这些仅仅是考虑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生存 也是能忍受 能忍苦 寒冷 苦热 等等痛苦 而我们这些人 发了无上菩提心 为了利益众生的人 为什么不需要苦心呢 一定要苦心 当然这件事情 大家都应该说是非常明白的 世间上的这些人们 一方面不懂因果的规律 自己为了自己的生活 他们的这种生存不顾一切 付出生命的代价 经常日日夜夜地奔波 就像我们经常 所看见的一些渔夫 还有屠夫等等 他们像渔夫来讲 早上很早的时候到渔市上 然后自己 不管是在冬天也好 夏天也好 你这个天地的汉者 根本对他来讲 是不能阻挡他的工作 在如是天球或者环境当中 就是为了自己的这种利润 如实的这种痛苦 我好感觉星产来讲 我好感觉 你们来刚才大到记者之后 不过你能试试打人们 说明吧 来的 还是像一个小学生的 我可以在陷队 我可以试试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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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是我们世间当中的工人也好 农民也好 牧民也好 让世间当中的商人 大到小小的人 他们为了自己的生存 当然是生活上的压力 就是心里的压力非常非常大 有些人虽然从表面上看来经济 还算是经济条件是比较符合 比较不错的 可是他心里的压力 远远超过一些 旁边的一些小人物 而我们作为修行人 尤其是发了大乘菩提心的人 那么跟这些世间人 完全是不相同的 应该说是 我们是为什么呢 我们就是为了利益众生 就像《华严经》里面所讲的那样 不为自己求安乐 但愿众生得利苦 以这种非常可贵的精神 来衡量自己 也就是说 说明自己的究竟目标 而为众生奋斗 为众生奋斗的话 那么这样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呢 就是超过世人的 所有的目标和希求 因此我想我们 既然已经发了菩提心 发了菩提心的话 那么我们为了小小的一些痛苦 比如说生活当中无吃无穿 或者是身体不太好 这这样小小的理由 根本不能退失自己的菩提心 也不能阻挡我们 行持菩萨的大愿 不能阻挡 所以我想我们世间当中 也的确是有好的人 有不好的人 有非常精进的人 有特别不精进的人 因此我们应该经常这样想 世间当中 你们也可以看得到 在世间当中这么多的人 为了自己的生存如实的辛苦 他们如实的辛苦 他们所得到的利益是什么呢 最多是赚一点钱 这个用来给家庭服务 有什么利益呢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利益 而我们的确是乃至生生世世的 一种永远的打算 所以即使遇到一点点的困难 不应该自己推施信心 非常感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多久不吉他拟责你 好多久不吉他 我少了 谢谢大家 好多久不吉他 我每次渐渐 深快 Chao 我过来 我坚持 五蠂子 眼督 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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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观察自己的承诺 而不应该生起厌倦之心 那么这个也就是说 不精进是不合理的 下面我们有些人想 这样的话还是精进也未能的困难 可能会这样想的 但是我们下面还是要讲必须要精进 如果你不想精进的话 你当时为什么发这样的菩提心呢 他对你说 我们虽然在十方诸佛菩萨 金刚上师面前 已经发了殊胜的誓言 前一段时间第三品当中也好 第一品里面都已经讲了功德 功德以后我们在诸佛菩萨和所有的僧尊面前 乃至生生世利益一切众生 发了殊胜的誓言 当时我们发誓言的时候 也是承诺度众生的一切烦恼 因为我们要度众生 并不是用其他方式来度众生 一定要断除他们相续当中的 贪嗔痴为主的一切烦恼 然后如果要度众生 我自己一定要精进 要离开烦恼 如果我自己没有离开烦恼 不精进的话 那么我这样度无量的众生 出这样的话 说这样的话那不是自不量力地 说出一些大话 非常不应该 如果这种行为 那难道不是临时者 完全跟风则没有什么差别吗 前上师也是这样讲过 作为我们凡夫人 完全是自相续当中的烦恼 全部根除以后 再度众生的话 现在是根本不现实的 但是我们现在 发这样的菩提心以后 自己应该跟其他的众生不相同 一定要尽量地减少 对自相续当中的烦恼 应该增上自相续当中的 一切功德 如果这样的话 那么有度化众生的一种机会 所以我们首先一定要观想 或者是想尽一切办法 跟我的以前的心态 和以前的烦恼 不应该相同的 以前我们有学佛的时候 刚刚学佛的时候 当时我的性格也非常的粗暴 相续当中的烦恼 也极为的身亡 但现在通过学习大乘佛法以后 自己的相续 尽量地逐渐逐渐往调顺的方向迈腹 这一点对修行人来说 应该重要 如果自己的相续 一定也是没有得度 没有什么进步 那度众生也是 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情 你们的主性能不能发�ане了学乡 里面根本谁不应该需要的怎么办 你们的选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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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过后 下面讲坚持不懈对治烦恼 那么我们现在对治烦恼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有这种勇气 不要退失 不能退失 故意灭烦恼 隐恨不退休 有些人可能会这样想 所谓的发菩提心非常非常的困难 这样我可以退下去 不能退的 这个退不是那么容易的 为什么呢 你如果现在退下 在生生死死你确实是得不到善趣的快乐 这也是我们前面所讲的道理 第二个 没有必要这么退 为什么呢 以前我们前辈的这些高僧大德 历史上无数的成就者都是依靠这种菩提心 虽然表面上看来 度无量的众生确实是有非常的困难 但是实际上真的 众生发心的力量是非常的强大的 那么你发了这样的菩提心以后 就像我们释迦牟尼佛 以前也是地狱没有空的话 我发心不退失 所有这些做事的众生 我全部要度完 其实这些众生还没有度完的时候 佛陀早已已经成就了 因此这种发心的力量 是非常强大的 因此为了灭除烦恼 所以我们要灭除这样烦恼 就恒舍地 持持意恒地 不能退失我们的菩提心 有什么问题比较好 回去就动了 请不吝点订阅内 进入了这么多月 就算挺好的 种亚 众生小词 其实最后把家人的简单放置得最大的 一段时间也感谢了 至于从来上的水盘 你会有往凝联手 进入困难 对于你怎样规则 出来 除了什么 你 Gandalf爹 你呢 都帮了两句话 最后就讲了 有什么工具的 我们阅ável 同志是说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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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烦恼是缩短的 然后对能断的对之方面 我们一定有一种意乐 欢喜 希求之心 一定要乐于能断除烦恼的对之上 然后对烦恼的本体上 我们应该有毁恨在心 一定要有一种嗔恨心来对付它 始终都是认为 这个烦恼对我还是 无始以来都这样害过 就是我通过各种办法 一定要断除它 我们前面也已经讲了 如果我们对烦恼没有一种悔恨心 没有一点爆出之心 那这个修行是不会成功的 这种不会成功的 因此一定要以这种悔恨心 那么有些人可能问 你对烦恼有悔恨心的话 不是嗔恨心呢 一刹那我们断除相续当中的千戒 或者是败戒的福德资粮善根 那我们对烦恼甚至生起嗔恨心 也是不应力的 这是费力作业 会不会造无量的罪过 这是不会的 因为为了修行 我们对烦恼作战 实际上也是非常合理的 《圆解经》当中一句出去 有这个教言 意思就是说 依靠 比如说我们以亚还亚 以这种方式来 以对自己的烦恼 用烦恼的心来可以对治的 这一点我们还没有获得 福果之前不用遣除的 我觉得大家不要认为 这是一种嗔恨心 在这相续当中 所有的嗔恨心难道不是断除吗 这样的这种嗔恨心 我相续当中不应该生起啊 不能这样想 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有时候自己不争气 自己不听话 在那个时候应该 惩罚自己也是合理的 如果自己实在是 没办法对治的话 其他的有些道友 堕住自己 批评自己 这也是有必要的 和我们之间的你学会 这就是帮助自己的 教会画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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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